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一名拉丁舞老师 同时也是一名IT商业分析师 小时候我其实是有在学习一些民族舞 然后到18岁的时候 在南洋理工学院的社团 就是有看到一些学长的表演 然后觉得自己想尝试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是觉得 拉丁舞是一个可以很好展现自己的舞蹈 就是所有的可能灯光都在你自己身上 我觉得是钱 拉丁舞是非常非常贵的一个运动 然后我们在学的时候就是很穷 然后所有的服装啊 机票 比赛 报名费 学费 都是靠自己 然后没有赞助 那个时候应该这个是最难的地方 大家对拉丁舞的印象就是男生穿得很紧 然后身低 然后女生就是穿得很漂亮 表情很夸张那种 国标舞有十种 然后五种是拉丁 拉丁舞就是比较热情奔放 欢快 比如说像恰恰 Rumba Rumba Samba Jive 还有斗牛舞 然后另外五种是叫标准舞或者是摩登舞 那就是那些华尔茨 Tango Foxtrot Quickstep 我自己主要是专在那五支拉丁舞 所以我跟我的老婆是在学校的社团认识的 然后通过表演我们更加的了解彼此 后来就自然而然的在一起 然后在交往的过程中发现他有这方面的野心 然后觉得我们的性格也合得来 我们的目标也非常一致 所以就试着一起搭档 后来也证实了他确实非常有天赋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就把排名提到全国前三 当时或是2017年 我们飞到波兰 找到当地最好的老师上课 他们是Andre和Camila 现在还是非常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除了给我们提供舞蹈上的帮助 也为我们在欧洲生活的时候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比如说跟房东交涉 或者是帮我们融入当地的圈子 所以我特别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小试题 然后告诉大家在家里应该怎么练习 然后有哪一些动作可以在家自己练习 我的本科是在南亚理工大学主修电脑工程系 然后毕业之后就在一间跨国公司担任IT商业分析师 在工作的期间 然后因为对着舞蹈还是非常热爱 所以也会开始兼职在做一些舞蹈的培训 其实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契机吧 除了教科之外 我也有在管理我的社交媒体平台 然后刚好在去年 去年年中的时候 可能来了一个爆发 就是学生突然多了很多 当时我觉得可能自己创办一间舞蹈教室会更加方便 创业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大胆的决定 因为当时是疫情刚刚结束 然后整个经济的形势并不太明朗 但是我们觉得时候到了 然后跟别人租借舞房也非常的不方便 因为每一间教室都有自己的规矩 然后所以我们就想 好是时候了 可能创办一间自己的教室 然后我跟我老婆 我们大概投入了准备了六位叔 来开启这间小小的工作室 创业初期的时候 我们就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来 每一天下课之后 就会留下来清洁舞蹈教室 然后也需要洗厕所 擦镜子 所有的事情尽量是一所包办 因为创业初期其实非常艰难 但现在很幸运的 就是有一些学生 已经可以开始帮忙教课 然后也开始有能力请别的人 来帮忙管理舞蹈教室 我觉得在上班的时候 就你需要付出百分之二百的努力 然后尽量在工作时间就完成所有分类的事情 然后你在下班之后才有更多自己的时间 来做你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兼职或者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斜杠人生最大的挑战我觉得就是你需要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快速的切换 就目前为止我还是非常喜欢我现在的斜杠人生 然后但是未来的五年十年我还是希望就是可以换到一间比较大的教室 但是并不想开分行 因为还是非常想就是 但是更加亲力亲为 保证教学的质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